最後一集自由哥,全部馬不準備妥當,五場賽事 四板一千短圖,一開閘的時候,前面快一點點 中間就是這隻創出商機,中檔幸運戰,埋便威先生,內蘭氣勢,如虹大外擋,凱之圖 接著大約第六位組紅三長金威里,外面星光大師 後一陣馬來蘭出閘脫腳,智聖明居上去 尾四是動畫大師,後面三隻,有聖逆線、自由哥和光芒在現 轉回中間,威先生帶出來創出商機第二位 後面第三位馬來蘭氣勢如虹,外面海之圖 中間第五紅三幸運戰略,智聖明居上去 再後面有金威里,星光大師、聖逆線、自由哥 前面透出威先生仍是佔先多少 見到側出來中檔追他,有氣勢如虹 外面上來的馬,還有幸運戰略 內蘭就是智聖明居,鬥到最後一百米 威先生仍是壓住氣勢如虹 一個身體看來都很有機會爆冷 威先生贏了第二名,氣勢如虹 第三名,近來要拍照 幸運戰略的機會似乎高於金威里 結果,放在前面放頭的一隻 威先生在這裏爆冷 跑第二名,氣勢如虹 第三,幸運戰略的機會應該高於金威里 都未定 威先生,今晚轉來菊草跑 給他一個防山眼罩 跑短一點,跑了千 不是跑上次來地千二 一放到底 氣勢如虹,也跑到第二 大熱門的幸運戰略第三 金威里跑到第四 上次說團是團,今次回草地 頂到回來 一隻很漂亮的馬 亦都打開勝利之門 最後 看第三名的照片 大熱門的幸運戰略 頂到第三 是對的 這麼威利,沿途都開臉 很多馬被人頂出 這場 看預計的派彩 臨尾最陸架的11號 威先生 導人派301.5 位置派66.5 跑第二名,氣勢如虹 位置派17.5 跑第三名,12號 幸運戰略 位置派13 連贏位 四踏11 派732.5 三弘彩 11號,4號,12號 派5709 單天派399 位置Q 四踏11 派181.5 11踏12 派108.5 四踏12 派32 二蜜十步的金威利 這也是一隻 很有前速的快馬 看他的試襲 上一次的泥地賽事 都在等在前面 上次是斷尾 這次就帶到了 一路跟著他的氣勢如虹 打算有個遮擋 一擋就最好跑 不用跟那些人瘋 直路上 只能跑第二 追不回頭 對 先生 還有很多漂亮的先生 慢慢成熟 這隻也是拍賣會的 賀良 也都繼沙田起完媽之後 菊草這一天 還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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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湧倉 潮流 也是給予徒 蘇迪洪跑 那隻也是他跑開的 四重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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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二千五百零三 三元 從頭到尾 這兩隻 其實起勢如虹的形勢 你贏不到人 可能在磅位上也差距比較大 巡台影片 早段快鬥快 起勢如虹其實起步很快 藏出相機也不慢 但你一看裡面 那些幸運戰略 金威李威先生上來了 他哪有辦法來 外面還有一隻紅帽的海之圖 那麼就看回中間那一截 聖光大師 那然後走到金威李淺藍舞 他的旁邊是動畫大師 裡面知聲明 他還沒有很近 包括有幾隻 就是自由哥 然後裡面就是聖易线 包裡面是初出的Dekuang entrar 後面的一些都有點脫節了 完全沒有得追 看到那隻聖光大師 跟了一下隨時攏勢都攏不住速度 很多馬人走了外揭 譬如刷出雙機 海之塔那些回來就沒有了 但又厲害 黑暗戰略 可page趴上來 跌倒也沒有見面 光目外彥 都可以追上來 腹綁完畢 派彩作實 維持Q4達11派181.5,10達12派808.5,4達12派32元 四連環派1306元 四重彩派42,503元 媽寶4場6、5場11,中陣派207元 4場6、5場4,歐美陣派72.5 分斷時間12秒75、21秒61, 不斷13秒34,總時間57秒7,總時間 昨晚已經轉了四線